下面来看一下这个用MicroDunner模块搭建的那个GPS测速的系统 上面集成了那个Code 然后BM电池管理以及那个GPS三个模块 通过那个OLED显示信息 这边呢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是显示当前的速度 这边速度是海里 然后呢下面两行是那个经纬度 接下来是那个日期以及时间 最后一个呢是当前的状态 是否成功已经连接搜寻到GPS 可以看到这边的速度现在是27接近30 然后呢这儿是汽车的码表 按照1.9几倍基本准确吧 这个板子是用那个就是动作板直接搭建而成的 可以看到外部电路相当简单 只有一个按键以及OLED的接口 然后电池呢就在这个的背面 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速度GPS模块可以刷新频率 也就是那个速度更新的频率 这边呢设成了1赫兹 如果需要更省电则可以设到更慢 或者是更快 这个GPS呢支持那个热启动 当系统重启的时候 也可以立马得到信息 如果呢我把那个BM 就是电源给断掉 然后再次上电的时候 信息也可以很快获取到 可以看一下 热启动状态大概能保持30分钟左右 有助于更快的定位 简单的就是这样